在书记上有在运作的大概只有120位 同样的如果你俊手 你超过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在运作的话 我们就不再给你派认俊手 没有被派认俊手以后 你如果想当俊手 你就必须重新考试 你要重新考试 所以你如果是俊手已经有考取 我建议你不要随随便便 放弃啦 这样都不对 要去跟人家一起操作 尤其台中我们现在已经有办公室了 所有州都有办公室 俊手可以在办公室集合 办公室现在在每一个州的办公室的楼上 我们要设计一些俊手办公室 可能有四个俊手用一个办公室 五个俊手联合用一个办公室 如果你当俊手 但是你都不执行你俊手的一些义务 一些责任 那么很抱歉 因为我们不能等你 因为我们是在进步之中 你要进步你就一定要学习 而且要身体力行去做 你没有身体力行 只想要做冠 没效 台湾民政务 你们有没有革命 没有 我们这个革命没有用刀没有用枪 你不用用刀不用用刀 我没有叫你犀行座名 我会让你做革命先烈 你要做革命先行者 最后你怎么办 你要跟他们说啊 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事情 跟你周围的人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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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跟这个时候 要做台湾民政务没有信心 这种人喔 你可以离开 我可以跟各位说啊 最近这一礼拜发生很奇怪的事情 中华民工的很多单位 他主动来找我们的 那些单位都不是普通单位 找我做什么呢 秘书长 你们还缺多少人 我说什么叫我们缺多少人 我们缺很多人啊 没有啦 你现在要交给美国的人缘 我缺几个 我说没有缺几个啊 我都随时在公布啊 我的秘密啊 差不多七百人啊 用我们单位给你全包 你听有没有 有单位要给我们全包呢 你说好吗 当然也不好 我说什么叫全包 哇 你现在派人 七百人 现在一百人 老板都给你拐去 我们没有那一套啊 好像不死心耶 今天又打了电话 雷续好几次 所以可见的 台湾民政务这个单位 不是随随便便的单位 给台湾海外的老闆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他也跟我说 我给你问 你台湾民政府和中华民政府之间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还是冲突 还是他把你们破坏 我说没有啊 我们两边处理得非常好啊 我们现在走的是双政府政策啊 因为台湾民政府要把什么人接政权 美国军事政府啊 美国军事政府要向中华民国政府接政权啊 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之间是怎样 和平相处啊 所以我们已经定了一个原则 和平稳定 无缝接轨 那些原则说得这么清楚啊 所以 那些美国 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很奇怪 没有听过 我当然没有听过 因为全世界 我们这种革命方式是第一次 而且仅有了一次 以法理来革命 我们跟欧巴马也同样 我们都不爱跟他说什么 反正我们如果不跟他不爽 我们就跟他说 法律是你定的呢 不是我定的呢 是你美国定的法律还不是 你要准受啊 我 让你接娘子 我见书嘛 我们打败仗嘛 打败仗 没有什么好丢人 我这点常常把台湾人强调 打败仗 不丢人 问题是你扎到自己的时候 你就很丢人 你不知道你的地位 你就很丢人 你走不敢拗过 台湾主观独立 你走不敢拗 你台湾当时有主观 我们很独立 老早 马冠条約 台湾的奉队 共台湾的主观 已经完全 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 到今天为止 就这样和平条约 没有把日本天皇的所有权 把它拿掉 或者把它割让 或者转给任何人 最近 日本的有一些独立 可能是 看不出来 台湾民进府速度 这么快 一直在发电 开始在跟我们挑 挑战 向我挑战也好 就今天和平条約 二十三条里面 没有讲到台湾跟澎湖 我都不用担当 自然有十几个人 跟他回答 而且回答得漂亮 二十三条 美国是日本大日本帝国 所有的占领者 主要占领全国 有主要 有principle 主要 就有次要 有次要 就有agent 就有代理 其实 美国占领台湾 不是二十三条占领台湾 不是啦 是什么东西 主要占领全国 它的占领 并不是二十三条占领台湾 是什么东西占领台湾 是战争法来的占领法 看起来就是征服 你听懂吗 美国是 台湾是日本的征服者 所以他才有权利来 占领台湾 不是就今天和平 条約二十三条 他占领台湾 他是 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但是他占领 occupy 这个事情的动作 是因为 征服的关系 你说有沉 这真的真沉 所以不是说你 只有普通 这样沉沉沉 那本新台湾沉沉的 你就统统清楚了 没有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也在把我们这些 少年的这些东西 跟你说 研究战争法 研究占领法 后面在全世界都会出脱 因为这个国制法 是全世界这些 共的国家所制作的 他没有办法否定 那我们没办法制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弱 从来就是很弱 这些东西 你就要用它制作的东西 来反制 你要拍手 这种的 你跟他要听 很奇怪 我们要反制他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反制 反制美国 反制这些共的国家 如果中国人 实际说不用操作 他那家伙一定会出事 日本最近通过集体自卫权 有的人不知道 什么叫集体自卫权 所谓的集体自卫权 就是说 因为日本 就是世界中的建树 不要改变 它的憲法 变成和平宪法 和平宪法 里面会規定 你日本 要点点 先让人给你祈福 我们要把你出手 把你扒下 你这些人把你扒到回来 日本人以前都不知道 日本人甚至也不知道 它是美国的殖民地 但是 自从我们 论出出来以后 日本才开始知道 哦 原来 我们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 所以 美国才开始 改变 叫人通过集体自卫权 什么叫集体自卫权 集体自卫权 集体自卫权 就是说 以后 如果有任何的国家 就是说中国 你如果对我太窗声 我日本如果不送 我就把你扒下去 先出手 啊这日本很厉害 那些绿军 空军 海军 不要再唱手 没有 没有 他还没通过以前 中国给他提起 有价 常常派避 他去钓鱼台 他背过 不然你要怎么 他不敢出手 不然你好 不然你再試一次看看 你中国再一次試看看 中国最近 南海 他也把他专友的平台撤销 你有看到吗 啊不撤销以前 多少次呢 我绝对不撤 有没有 说他们这 探勘一堂而已 他说 No 我们不撤 上星期开始 常常撤 所以你看 中国人 中国政府也同样 说他什么 你不能听 听听就好 参考就好 终于撤掉啊 因为美国 他说得很清楚 如果 你在南海 发生战争 我本来是故意说 南海会发生战争 我是因为 会发生小规模的战争 小规模的战争 会让中国一个很大的教训 但是我跟你说 中国不敢打 你不敢看他很多 但是他不敢打 他的部队也没强 有的人你说 中国很强的 中国所有武器 没有一种强的啦 包括的 引擎的战斗机 美国在用F-22 中国也有F-22 类似于 中国 比美国的F-22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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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那里做引擎啊 看得清楚 用自己 我们的标靶 要打摆 可以打摆的地方 所以中国 中国是像在喊台湾人 其实 中国武力非常的弱 跟日本比起来 差很多 日本的军事武力 听清楚啊 绝对在美国之上 虽然美国 他是量太大 但是 日本 量就 但是非常精良 所以集体这位前 通过一样 他马上说 台湾 台湾海峡 你中国不能乱动 你如果打 我 日本就要打 这你要拍出来 那你是在想什么 有人在保护 你还没有 要不要买武器 在家 你等 就有人帮你拔下去 这样才不错 对不对 你很想交税金 如果要交税金 就独立就好了 要独立的 请你自己手 不然独立的请你自己手 没有 我也没有 谁要独立 好够在美国跟你占名呢 美国占名 那 一个中国政策 你有看的吗 有看的 他手 没看的他手 都有看 我跟你说 你如果说八十八道听 我再说一次 没有看的请举手 没看就没看 有看一次的举手 看一次的 看两次的举手 看三次的举手 你从回来要看五次啦 一个中国政策 是怎样要看五次 你在说的每一句 举手 举手 是都我说的 那不是我做的喔 那是什么人做的 什么做的 美国做的 美国的丹尾 都中有二十几个丹尾喔 有一个丹尾很奇怪喔 叫做什么丹尾 USMG 一番TW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没来 你怎么会知道 哦 上面有说 看我的影片有说 好 来我跟我们是同样 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我给你先看 你看看一个中国政策 看了我随便给你抠起 你都你都 你都看过几次喔 一个中国政策 很多科学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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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中国 有些人 准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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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二 中国 我们 是想要问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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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澳门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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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ed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S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 To delineate any transfer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 formal peace treaty is necessary. All military attacks, or at least 99.5% against Taiwan in the World War II period, were made by U.S. military forces. But General MacArthur delegate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occupation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under CKS. Japanese sovereignty continued after October 1945, since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did not come into effect until April 28, 1952. Notably, the SFPT designates the US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With the above information, we can quickly make three important observations. First, beginning October 25, 1945, the ROC was only exercising delegat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for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Second, in December 1949, when the ROC moved its central government to occupied Taiwan, it was moving outsi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rritory. Third, with the coming into force of the peace treaty in 1952, the Allies have disbanded.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i.e.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has assented tacitly or otherwise, to pre-existing arrangements for continuing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ROC is serving as a proxy occupation force for the U.S.A. in addition to making...